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1集 喜当爹 桃花园其实在开封府经营已久 因为价格昂贵再加上地处隐蔽 所以没什么名气 另外 桃花园里都是女子 给人不太正经的感觉 所以有身份的达官贵人都比较避计 可这里因为美人多 所以经常有些不务正业的公子哥来吃茶 醉翁之意不在酒吗 楼里的姑娘们也不简单 一个个很懂得应酬 总之 骗的那些公子哥们个个晕乎乎 付了钱吃了点心又占不到半分便宜 桃花园老百娘 最新姑娘更是神秘 常年杀金遮面 善秦记 背景不详 这几个月桃花园最常来的一位客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安乐侯庞玉 也就是庞泰师家的独子 人称小螃蟹的这位 庞玉虽然不学无术 但好歹是养尊处优 长大的公子哥 跟一般市井流氓肯定是不同的 他喜欢去些雅致点的地方 这桃花园是他一次偶然进来的 听了最新俯琴一曲后便很合心意 因此最近总来 庞玉别看是个小饭桶 但挺有些情趣 可能平日才子家人的戏文听多了 多愁善感 有时候最新会坐下 陪他喝杯酒聊几句 这最新姑娘知情识趣 庞玉将她示弱红颜知己 对她非常照顾 如今见一个白头发的家伙 口出不逊 对最新无礼 以为是捣乱的 自然跑来帮着出头 原本没事 但天尊偏偏说了 庞玉命不久矣 小螃蟹毕竟是小螃蟹 横是肯定的 这还不火了吗 庞玉一拍桌子 就不干了 你早就说什么 天尊眨了眨眼 抬头看庞玉 呱呱 这一找的可真不赖啊 跟之前晚宴上 那个帅得一套糊涂的 白玉堂有一片 不过怎么年纪轻轻 一头白发啊 早晒 阴侯叹了口气 看天尊 你也真是好心情 跟个小孩子吵什么 想吧 阴侯站起来 天尊也跟着站了起来 拉着小四四的小手 准备去第二站 站住 庞玉不依不饶 他一个大少爷 自然不是独自来喝茶的 身边带几个武夫 那几个打手 挡住了下楼的去路 一个两个还挺横的 桃花园里的丫鬟们 纷纷避让 小侯爷 切莫在我楼里伤人呢 最新姑娘 不用担心啊 只要那白毛 乖乖跟爷陪个不是 小爷就放了他们 我也是个讲道理的人 阴侯抱着胳膊 看天尊 人家叫你赔礼道歉呢 白猫在哪里啊 小四子仰着脸 一直看着庞玉 各种各种眼熟 庞玉缓了缓自己 那口顶在胸口的气 抱着胳膊 看天尊 你说本侯命不久矣 什么意思啊 字面上的意思啊 庞玉嘴角抽搐起来 殷侯摇头无语 天尊能活一百多岁 真不容易 没有一天不惹是生非的 想到这里 殷侯还有些同情白玉堂 别看白小子每天 黑口黑面生人物尽的 其实脾气还算不错了 估计是被天尊磨出来的 庞玉气得面都清了 火冒三丈 你究竟什么意思 这人真吵 你报上名来 今日一定要教训你 说 你是哪来的人 天尊想了想 他是哪儿的 想把伸手一指殷侯 我是他带来的 殷侯嘴角抽了抽 庞玉回头看殷侯 又看了看天尊 不太明白 他带来的四个字 什么意思 你是未来找茬的 是不是 你究竟是什么来头 有家门就报 天尊依然伸手一指殷侯 我是他带来的 这人长得很帅 头发很难 不过怎么感觉 有点小孩子气 莫不是个傻子 庞玉回头看殷侯 那意思是问 你负责吗 殷侯想了想 对庞玉指了指脑袋 随后一摊手 那意思像是 这人脑袋有问题 没辙 哦 庞玉了然 他就说嘛 开封除了开封府里 那几位鬼剑仇之外 谁敢主动招惹他庞玉啊 原来真是个傻子 庞玉倒是也不想计较了 跟个傻子有什么好吵的 算了 大爷不跟傻子计较 说完 对守住楼梯口两个手下摆了摆手 让他们让开 两个打手往旁边一闪 阴侯含笑往外走 小四子抓着天尊的手 想着赶紧把尊尊拖走 不然一会儿打起来 天尊往前走了两步 最新却是上前阻止 这位公子 可否告知 刚才一曲哪里有问题 最新姑娘 算了吧 你没听到黑衣服的人说吗 这也是个傻子 天尊愣了愣 回头瞧了一眼 整个楼里穿黑衣服的 只有到了楼梯口的阴侯 傻子 天尊自言自语了一句 眯起眼睛 阴侯嘴角又抽了抽 庞玉这个大嘴巴 公子 莫非公子以前听过这曲子 像是听过 不过你谈得走调了 你 你真的听过 好像 可是你年纪看起来不大 什么时候听过的 不记得了 三十年前吧 你 你不止四十岁吗 天尊回头看殷侯 似乎在运气 准备算刚才他说自己是傻子的账 殷侯知道情况不太妙 赶紧指天尊身边的小四子 你个拽着公孙家的宝贝啊 咱俩打起来这孩子就没人带了 有五十岁没有的 说我姐姐咋得了 最新姑娘 她虽然白头 不过看着应该也就三十几岁吧 庞玉话没说完 天尊白了她一眼 小鬼 您有没有五十岁 我知道那里身后可以容颜永住的 你 不止 不止 你不止五十岁 大惊小怪 天尊话出口 就听那醉心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 只见醉心咕咚一声跪在天尊眼前 抱着天尊的腿就大喊了一声 爹 楼内瞬间沉默 小四子张大了嘴 瞧着前边哭得梨花带雨的最新姑娘 庞玉脸都抽筋了 伸手拖着下巴 而楼梯口的阴喉也张大了嘴 这姑娘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最多三十岁 换句话说 天尊八九十岁的时候生的 你个老流氓啊 天尊刚才也呆了 这会儿醒神了就是一惊 看了看左右最后低头看最新 那姑娘还哭呢 边哭边说 爹你当年寄我们蒙女儿去 娘早早就死了 说这曲子是他专门为爹爹所做的 谈错了 也只有爹爹能听出来走调和难听了 爹爹 我终于找到你了 最新还没哭完 眼前突然一花 再看 只见天尊没影了 就小四字站在旁边 还伸着手抓着虚空 保持着目瞪口呆的神情 众人面面相许 最新抹了抹眼泪 爹 庞玉灵机一动 伸手一指楼梯口的鹰猴 是他打来的 话音刚落 黑影一闪 鹰猴也没影了 楼内又沉默了片刻 众人刷了一下 集体叮嘱小四字 小四字张大嘴后退两步 不妙 庞玉一把将小四字抱起来 这回跑不了了 说他俩是什么人 你住哪 爹娘是谁 那个白人住哪里 他是你什么人 说 不然 卖掉你 小四字一听要卖掉他 惊得哇一嗓子 他一害怕就嚷嚷 爹呀 庞玉一听眼睛一亮 他刚才最后问的是 他是你什么人 小四字这一哭一叫 爹 这么说 那白人是他爹 庞玉将小四字 递给海抹眼泪的最新 来抱着 你爹爹 最新仔细一看小四字 抱过去一把搂住 小四字被抱住 蹭了一脸泪花 鼓着腮帮子 这叫什么事啊 五顶上 天尊郁闷地蹲在那里 鹰猴蹲在一旁 死老鬼 抽疯了你 这你也信 不是你生的 废话 那你跑什么呀 不跑 难道任他当女儿啊 那你去把小四字救出来啊 不然回去怎么交代啊 鹰猴指了指楼里 还被搂着蹭来蹭去的 小四字 天尊皱眉 伸手给鹰猴看 鹰猴就看到 他手腕子和胳膊上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寒毛都竖起来了 咋的了 那姑娘一声爹 太可怕了 我才不去 你去救 两人正拉拉扯扯 就听不远处 有个好听的女声传过来 哎哟 这都一百多岁的人了 光天化日的干嘛呢 你俩都这么多年了 还不清不楚呢 天尊和鹰猴一抬头 就见对面的屋顶上 蹲着一个一身红衣的姑娘 这姑娘漂亮至极 脸蛋亮 身材好 皮肤雪白 一头乌黑长发 拖着脸正巧两人呢 身后背着把大铁伞 你来正好 天尊私生女 把她私生子抓起来了 你去妈妈救一下 红衣女人听到后 愣了半赏一捧脸 我的个娘 天尊连铁星 一脚把鹰猴踹出屋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